刘古正指导是把王主钦排上来 然后对阵指导是把王主钦排上来 然后对阵输给了林荫茹的 所以当他得到输给了林荫茹的 所以当他得到 平昌亚锦赛男团决赛 中国男团和中国台北迎来了一场冠军争夺战 虽说赛场上彼此双方是争锋相对的对手 但在赛场外大家也都是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共同话题不少也产生了非常有趣的互动 在男团决赛后场区 接下来的对手们挨个登场了 林荫茹、黄艳成、杨子怡和高成瑞几个人 提前很早就来到了后场区 他们也在为随后的比赛做准备 在同辈的朋友面前 林荫茹显得很慵懒 直接靠在了旁边的铁门上 这时42岁的老将庄志渊 突然霸气的走了过来 吓得小伙子们立刻挺直了身体 好像帮主任茶感人一样 林荫茹也赶紧站直身体 立刻精神抖手起来了 接下来是中国队的入场 梁景坤一进来就默默的找位置坐下了 而林高远则双手插兜 摇头晃脑 晃晃悠悠 等王楚清入场后 他在登记好信息以后 直接靠到了林荫茹边上 开始跟好友闲聊 这时林高远也双手插兜 慢慢的晃荡过来了 三人聊得热火朝天 林荫茹一脸娇羞 林高远居然直接上手了 来了一次捏脸杀 随后他还用手揉捏了几下林荫茹的肩膀 活脱脱演出了高中生辽媚的感觉 从视频来看 林高远 林荫茹和王楚清的关系 非常亲密 如果不是球衣颜色不同 还以为他们杀是一支球队的队友呢 当然 这不是说其他人与林荫茹的关系就一般了 在赛前后场时 有些运动员比较内敛 沉浸 喜欢独处一阵 不喜欢说话 努力找到自己的状态 比如梁静坤和房振东 而有的选手 比较活泼好动 喜欢去闲聊 放松 比如林高远 王楚清 可以看到 梁静坤 房振东等人 在旁边发呆 眼神空洞无物 彻底放空了自我 林高远和林荫茹 则打成了一片 你更喜欢哪一种风格呢